今天的年夜饭推荐菜 教朋友们做梅菜扣肉 做扣肉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一次肉多买一点 多做几份放到冰箱 下次吃的时候热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白猪的五花肉 13块钱一斤 买了49块钱的 回家了之后我们先把肉皮烧一下 去除上面的焊线和翼尾 一般这个步骤呢 我们可以找卖肉的老板帮忙烧一下 烧的时候把猪皮烧横一点 给它烧成这样黑胶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泡一下 用小刀给它刮干净 再冲洗一下 放到清水中 加上葱姜 花椒 黄酒 大火烧开 撇去浮沫 盖上锅盖 再用小火煮上40分钟 煮好了之后捞出 用牙签在肉皮上扎盐 这个肉皮扎得越密集 扎出来的虎皮也就越明显 然后在上面涂上白醋 撒上盐 给它涂抹均匀 在炸这个扣肉的时候呢 猪皮是朝下的 很多朋友会把皮炸糊 可以用个牙签给它插在皮上 让锅和肉皮没有直接接触 这样炸出来的皮就不会糊了 炸的时候油温要高 大概200度左右 油烧了微微冒烟 皮朝下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候手要快 然后立马盖上锅盖 防止油爆出来伤到自己 听不到这个爆皮声 我们就可以打开 看看这个肉的状态 只要把这个肉皮炸硬就可以了 炸好了之后捞出 取掉牙签 再把肉放到刚才煮肉的圆汤中泡着 把猪皮泡发 这个是泡了40分钟的状态 这个颜色和虎皮都起来了 泡好的猪皮会回软 非常的好切 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厚度就可以了 再来调个酱汁 加上一大勺排骨酱 三勺玫瑰腐乳 三勺白腐乳 一勺生抽 一勺黄酒 加上盐 白糖两勺 白胡椒粉 味精 五香粉 给它拌匀 然后给它倒进切好的肉中 再搅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腌好的肉 肉皮炒下 放入碗中 这么多肉 我一共做了三份 吃不掉的 放到冰箱冻起来 下次吃的时候 蒸熟就可以了 每干菜多洗几遍 把泥沙洗干净 挤干水分 给它切碎 切好了之后 放到锅中干炒 不用放油的 我们把剩下的水分 给它炒干 这样蒸出的 美干菜会更香 炒干水分的美干菜 倒入刚才剩下的酱料中 再次拌一下 然后盖在肉上 放上葱姜蒜 为了节约时间 我用了高压锅来蒸 上汽之后 小火要上半个小时 就可以了 用普通的蒸锅蒸 最少要蒸两个小时 蒸出来才好吃 蒸好了之后 在上面盖一个盘子 给它倒扣过来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美菜扣肉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 给家人们露一首吧 上 出香出香 这又不是咸菜吗 我管它是有点肥 肥吧 肥 肥就吃碎肉 肥肉不吃 以前用蒸过蒸的 蒸过蒸要蒸两个小时 把那个肥热油震出来 它就不肥了 对啊 而且软热 嗯 这个有点肥就吃了这个吧 吃皮 吃瘦肉 肥肉也要给阿卜吃 肥肉少给阿卜了 就不弄 我连你吃肉了 吃多肥肉就吃多了 所以这 这还有糖不在里面 还有一点不如想吃 肥肉 干菜好吃 这个肥肉就不是肉了 就是软热汤 就吃巴肝肉 那一定快好吃 滑蛋的好吃 夸张 够了就饿了 吃火了不饿 吃了没死 肥肉 肥肉酸 肥肉 找你吃了就行 找我吃了可不行 找我吃了也可以 不先吃不就行 我坐下 只要你胖看不出来 没事 看得出来呢 看得出来也没关系 哦 你先吃妈妈胖 以前也不这么胖 以前吃的好胖 我以前不是最胖的时候吗 我妈 是吗 嗯 感觉你以前胖也 我 这吃花 吃花讲的是胖我还是胖我 还是妈我 听不懂 以前是相亲妈 哦 能看出来的 哈哈哈 你出个意思啊 我比它好一点好吗 我吃好了 你只要努力你会进步 不是不是 今天我们说完语道 你们跟科学有点点关系 就是理解 出学跟它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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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